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这期节目我们来聊聊孟晚舟 从此时到现在也是很多朋友 让我去聊聊孟晚舟 简单说两句我的个人观点 然后咱们再来展开 来看看各种各样的花边 首先第一个你说孟晚舟 她回国能回去 这是拜登政府对中共投桃报李 我觉得这肯定是没得说了 因为他们本来都是穿同一条裤子是吧 共产党民主党这是一家亲 都是一家人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自己家的孩子那就打不得 之前是川普时期 川普时期是川普的政策 现在川普不当家了 拜登当家民主党当家 这就不一样了 那就是说从轻发落 从宽处理 其实复杂的事情简单说 就是这么简单 那么再说第二点 那就是回国之后 你以后想出来可就比较难了 以后出去之后 不知道会不会再被抓 你说现在是左派当政 以后有没有可能右派再翻盘 虽然说现在比较悲观 但是将来有可能是右派翻盘 在那种情况之下 你孟晚舟如果说要是再出国的话 会不会再次被抓 他会不会再次把这个案子提过来审 所以说孟晚舟他现在回国 大概率是以后是不太可能出来了 这是我的个人的两点观点 那么咱们再来看一看网上一些花边 你要是翻开推特一刷一刷 很多有孟晚舟的信息 你看看 这是别人说孟晚舟犯下的罪 是无法抹掉的 你再往下稍微刷一刷 马上就会出现很多 关于孟晚舟的信息 这里还有一个看到没有 恒大的人看到希望了 中山恒大月龙湾二业主群 这里说一起去接机国家英雄 人家在外面软禁三年都没软过脊梁 我们才挺起天宫怕个毛线 而且外国努力左右为难 还是被我们强大的祖国接回 这就是一个好兆头 相信国家 相信人民政府的队伍 不会让我们失去自己的家园 我们再看一看 这位网友他说 我们才停了几天工怕毛线 就是说失业了 还是怎么样 还是在维权 他这个群里面没有说是维权群 只是一个业主群 看到没有 就是说又高潮了 一看到这种信息又高潮了 孟晚舟获释 感谢祖国和人民的支持 你看底下的留言 真的是小粉红又嗨起来了 是啊 因为在中国 职责开心的事比较少 茶余饭后的可以谈的谈资 酵料也比较少 一会游戏也不让你打 一会什么动画片不让你看 连奥特曼都不让你看了 所以说通过这种事情能够让自己兴奋一波 看到这个视频太高兴了 欢迎你回到家 回到祖国的怀抱 终于可以回家了 热泪盈眶祖国欢迎你 英雄儿女欢迎回家 这是国内粉红们的狂欢 网友评价恒大的业主们和债主们前几天磕头求饶满地打滚 求许家印还钱交房没了用 今天终于扬眉吐气了 前一秒很多人还在为恒大维权的事情 不管说是暴雷的事情 还是房地产交房的事情在维权 然后今天一看到孟公主回来了 权也不为了 恒大财富损失了几十万 几百万也可以不要了 只要我们祖国强大了怎么着都好 别人说了鸽子还不够狠 还没伤到根本 就算是你割到根本了 有些人还是不会清醒的 你说割到根本没伤到根本 我想到了以前是要无花咽的女孩子 就是硬生生把自己给饿死的 就是吃的太少了 每天就是咸菜辣椒泡饭 营养不良 然后给饿死了 别人在网上写文章 包括以前我也做节目 就是说在中国环境 一个学生能够因为营养不良饿死 然后无花咽怎么说 你这是污蔑我的祖国 是吧 人家致死都在爱自己的祖国 你说这些恒大业主们被伤到根本 有些人被伤到根本临死 还在爱着自己的祖国 是吧 另外网友说的也很有意思 一个加拿大人不远万里来到了中国 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 你可以说是大无畏的精神 这是什么精神 孟晚舟在加拿大的豪宅有多大 她是有几本护照 她是加拿大人 现在是来到了中国怎样的精神 有人总结是傻逼一望无际 今天我还在推测上面 我还发了一个文章 说地球上有70亿人 至少60亿是傻逼 真的是你国内这些粉红算了 也骂了太多了 也懒得骂了 也不想去指望去说服谁了 咱们就看热闹 遍地都是万事不得超生的奴才 就该吃草 中国人吃草都不会造反的 这是王岐山说的 真的是你通过孟晚舟回国这个事情 就能够认证王岐山说那句话 中国人吃草都不会造反的 前一秒还在维权 后一秒就能够嗨起来 我一直以为他家是在加拿大 昨天我还说他自由了回家 当时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回哪个家 你是回你加拿大的家 你还是回你中国的家 你还是回你其他护照的哪个家 这就是这些业主们 如今面临的困境所在 你在恒大买的房子 70年产权都不是你自己的产权 那还是你的家吗 有人还做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 全聚德的鸭子 恭贺全聚德的厨师回归 这句话描述也是蛮贴切的 因为像孟晚舟 她本来就是一个既得利益者 既得利益阶层 属于全聚德饭店里边 厨师这么一个阶层 那么底下那些欢迎他活来的 那些恒大维权的业主群的 这些人可都是那种全聚德压乎的级别 以后在这割韭菜 在海外全有一句话 傻逼脑残一望无际 那真的是傻逼脑残一望无际 真的看到这么一副场景 都在欢迎孟公主回来 只能说韭菜割的还是不够狠 韭菜还是再可以割一割 就是说让当权者看到中国的老百姓 中国九三百都是这么一副场景 这么好容易忽悠 他们就把心放到肚子里面去了 真的是老百姓吃草都不会造反 提到孟晚舟的这里 又有一个换服的概念 是指交战双方或者说是敌对双方 通过协商沟通的方式 互相交换战俘 或者说是扣押人员 交换战俘协定战俘 或者说是武装重促方 在军事行动进行或结束之后 便于相互交换战俘 而签订的国际协定 美国跟塔利班就交换过囚徒 战争中交换俘虏 可以把自己乙方有经验的老兵换回来 维持乙方的战斗力 把对方的俘虏换回去 可以减轻自己的后方压力 也可以省下不少用于看押的兵力 当然最好只把那些受伤的 且不能够在短时间内复原的换回去 另外换回乙方俘虏 还可以提高士气 让士兵觉得即使被俘 还是有机会换回来的 这样可以使他英勇作战 也可以减少被俘或泄密的情况发生 这是一个换俘 孟晚舟回家 即将回到祖国 已经回到祖国了 现在 那么从孟晚舟回国这么一个事情 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现在北美这一块灯塔暗淡 文明灯塔暗淡 我现在心态已经是调整过来了 就是说国际局势 它好一天坏一天 我要调整好心态 我要积极的生活 你看加拿大的小土豆 他也连任了 是吧 毫无悬念的连任了 即使民调差这么多还是连任了 拜登现在还在位置上 纽森也留任了 现在亚利桑那州还是没出结果 昨天还有人一会发一个好消息 一会发一个好消息 说这个证实了 怎么怎么样 那个证实了怎么怎么样 这个证据抓到了 那个证人出现了 我看这么一个过程 我就说了 这不就是一个持续强奸的过程吗 你是有没有带套 你怎么进去了 插多少次 什么时候设的 设在里面了 还是设在外面了 是吧 说了这么多 我要是一个结果 我现在想知道是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到底是推翻还是不推翻 亚利桑那的这么一个 不可描述的事情 就是现在北美很多事情 我已经不太想去关注了 我包括我的频道的那些美国的观众 也流失的差不多了 我那些流失的美国观众 都跑去看什么节目了 都去看那些各种各样的好消息 今天一个好消息 明天一个好消息 就包括大峡谷证人出现了 这也是好消息 然后不断的给观众喂鸡屎这种 有很多观众都就跑去看那些节目了 起码说能够打鸡血 但是打鸡血也不是我的风格 我也想打鸡血 但是没有什么鸡血可打 也没有太值得开心的事可聊 咱们大家就是说调整好心态 热的该怎么过海里怎么过 像昨天我说的该囤粮囤粮 你囤粮过了半年之后 可能粮食要涨价 你就等于说是省一笔钱 对于那些中国的小美红中国逻辑 咱们也可以再稍微再补充说一下 什么叫中国逻辑 华为老板一家都是外籍人士 在国外购买多度豪宅 转移国外巨额财富 他们却认为是爱国的 老百姓用个苹果手机吃个肯德基 穿个耐克都认为是不爱国的 这种逻辑就叫做中国逻辑 而实际上孟晚舟用的手机也是苹果手机 然后他老爹在公开场合用了iPad 是吧 那也是苹果的 网友都说了 你我都当不了孟晚舟 因为他有一个爹两个身份 三个妈四个丈夫 四个孩子七个护照 你还要照着镜子掂量一下自己是谁 这是一个中国逻辑 你爱国不爱国 你一个孟晚舟回国 能够把小百红搞得是高潮迭起 这个权也这个维权也不维权了 这个讨薪也不讨薪了 是吧 就是说工作没工作都无所谓了 反正是爱国最重要是吧 生活在空虚寂寞无聊 这个游戏不让打 动画片不让看 能干嘛 爱国能够给我带来一种精神上的 多巴胺的 分泌的这么一种愉悦感 那么就让小美红的爱国热情再高涨起来 那么就聊这么多 你就看他以后还能不能出来 先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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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